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卫兵叫他接听电话 电话是从莫斯科打来的 伯列日涅夫在电话里要求赫鲁晓夫立即赶回莫斯科 参加一个关于农业改革的重要会议 而且明确告知他 如果他不能参加此次会议 那么中央主席团也会做出最终决议 当赫鲁晓夫乘坐飞机赶回莫斯科时 迎接他的却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十月政变 他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被退休了 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从此 赫鲁晓夫开始了自己百无聊赖的退休生活 赫鲁晓夫就召赫鲁晓夫下台后 对退休生活极为不适应 他并非像其他国家领导人退休那样 悠闲自在地享受生活 退休之后的第一个晚上 赫鲁晓夫焦虑不安 在服下了大量的镇禁忌药物后 仍然辗转反侧 一夜未眠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 他没有动退休后的第一顿丰盛早餐 随后 赫鲁晓夫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的继任者伯利尔日涅夫 亲自落实了他的退休物资待遇 那就是定期为赫鲁晓夫提供不菲的退休机 同时 还提供了一辆伊尔台高级轿车 以及一套位于莫斯科郊外数公里的 面积不大的别墅 不过 紧接着 这些已经落实了的待遇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的伊尔台豪华轿车被人开走了 换成了一辆海鸥 后来 连海鸥也没有了 成了一辆二手福尔家 已经习惯了在镜头前被簇拥 在各种仪式上被瞩目 在会议室里表态拍板的赫鲁晓夫 退休后唯一的困惑 就是如何打发时间 没有了吵闹不停的电话铃声 没有了无休无止的接见访客 更没有了为某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 和党政要员的争吵 赫鲁晓夫显得无所适从 做过不安 他对家人重复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必须学会如何打发冗长的时间 因此 散布成了赫鲁晓夫退休后最主要的工作 这位被退休的苏共领导人 会长时间的长扬在别墅周围的小路上 或者偶尔走到门外 携带一台50年代的全波段收音机 在散布的过程中 饶有兴致地收听西方电台的广播 当然 这其中也包括当初他曾下令实施干扰的敌对电台 退休后的赫鲁晓夫除去散布的时间 赫鲁晓夫就是躲在书房里看书 他最喜欢的书籍就是《日瓦格》一生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本书在他执政时期 曾被定义为激进书籍 严厉进回 可鲁晓夫也会试弄花草 种点蔬菜 同时 他会经常静静地坐在绿草如荫的草地长椅上 眼神涣散了望着远方 日子就在这种性味所然中 一晃过了几年 可鲁晓夫突然决定写回忆录 他 在家人的帮助下 搞到了一台最新款的录音机 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录制 或者利用散步的时间进行录音 这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但是 伯列日涅夫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 派出克格伯官员与赫鲁晓夫沟通 以保护党和国家机密为由 希望他能停止这个毫无意义的写作 并交出手稿 但令人吃惊的是 赫鲁晓夫居然躲过了克格伯的眼线 完成了整个回忆录的创作 并于1970年成功地在国外出版 在其后的数十年间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 出版多次 但始终没有俄语版本 当然 赫鲁晓夫这些举动 无疑都在伯列日涅夫的掌控之中 自从他离开克林姆林宫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成为苏贡的重点监视对象 克格伯在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 随时向伯列日涅夫报告他的情况 一旦有人来访 克格伯马上就会查找访客的资料 以及分 其他和赫鲁晓夫的谈话内容 如果偶尔有电话打进来 负责监听的特工人员就会打开录音设备 随即将电话内容上报刑报部门 伯列日涅夫1971年9月11日 赫鲁晓夫在被退休七年后 因心脏病去世 苏贡当局只是通过塔新社 发表了一个只有几十个字的新闻简讯 并通告赫鲁晓夫的葬礼 定在13日举行 9月13日 天色灰暗 细雨蒙蒙 赫鲁晓夫的葬礼 在新圣母公墓如其举行 参加的人大约只有一百多人 几乎都是赫鲁晓夫的亲属和生田之友 剩下的就是警察和少数外国记者 没有任何一位时任苏贡领导人前来调研 苏贡中央委员会 只是礼节信地送来了一个大花圈 即便这样 整个新圣母公墓仍然戒备森严 克格勃拒绝了其他贤杂人等随意进出 克鲁晓夫的葬礼过程十分简单 在低沉的哀悦声中 亲属们一一从他的灵鹫旁走过 向这位指掌 苏联十一年 毁誉参半 争议不断的政治家做最后的告别 最后 墓地工人合上了灵鹫的盖子 将克鲁晓夫的遗体 缓缓地放入了墓坑中 连同他的二十多枚苏联国家勋章 由此 克鲁晓夫成为了唯一死后 未藏入莫斯科红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参考资料 克鲁晓夫回忆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